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般被称为颜色革命 结果往往导致社会不稳 经济民生瘦重创 早在1973年 有非暴力抗争学说秘组的下譜 与他关系密切的美国学者海尔维依 还有塞尔维亚社运人士波波维奇 各人的著作讲述如何组织大型运动 去攻击政权 执法部门 与他们的支持者 当中提到的策略 被视为广泛利用在各地的颜色革命 在英国的情况下 英国的情况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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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是大型的大型运动的例子 的国家战争 曾经在英军决疫的海恩师表示 香港反修例运动中 无论衣着 装备 通讯 宣传等等 都有相当组织性 他们提出各种诉求 又声称舞大台 不是任何运动的大台 山坡谣言 激发群众情绪 对政府产生憎恨 有人设计主题口号 标语 音乐 甚至利用学生去壮大声势 他们的用选择年轻学生 在这场的运动中 突然被创造了 他们想要地随时 地随时地随时 地随时地随时 随时地随时地随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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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这些是很冷的 考虑的 和意识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